大家好 是的 沒錯 有在財經站 而且應該是 延續上一個問題 就是前叉 前叉的那個 這個 它的那個豬丸 因為 有一個網友 他留言 但是後來那個留言我找不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提醒到我說 豬丸它應該是 螺絲 最下面那個是螺絲 然後 那個橡膠墊片 我要再螺絲 然後再一個 這一個 再一個這個固定插箱 它是兩邊都有 但是這個已經斷一邊了 這個有兩邊 但是我的也已經斷一邊了 再來是這一個 然後再來才是 另外一個螺絲 剛好跟我 上一片講的有點 出爐 然後 因為又鬆掉了 所以 沒辦法只能拆 然後順便就是把 它的裝的方式 我有去查那個 進站前擦那個 組裝的爆炸圖 它顯示也是真的是 螺絲 橡膠墊片 螺絲 固定插箱 加螺絲 是這樣子組裝的 那應該網友提醒的是 沒有錯 但是 我好像上面少一個碗 應該不是這一個吧 可能上面還有一個東西 它本來就沒有 然後我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邊 這邊 我不知道這樣 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那邊有個鐵環 一個 一個長形的鐵環 它正常來講 它的煞車油管 跟 馬表線 都要固定在那裡面 你固定在那裡面 它才不會過度的 去跟其他的部件 去造成磨損 造成損傷 而且也不會 比較不會去拉扯到龍頭 然後 之前可能 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裡面 它那個 固定環裡面 只有馬表線在裡面 然後 下次油管 就沒有在固定環裡面 所以在彎的時候 都會覺得 好像龍頭有點拉扯的 很嚴重 所以今天順便 就是把它 整個重弄一遍 但是你弄的話 你一定要拆油管 所以 因為你拆油管 空氣一定就會跑進去 跑進去以後 你就會導致你的疊煞失效 疊煞就是最怕有空氣 跟水分 我的煞車油 狀況也沒有很好 所以 可能會順便換掉 我現在是在做排空氣的狀況 這樣子 有沒有 空氣跑出來了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暗示很輕鬆 就表示裡面還是有空氣 現在不然有沒有看到 裡面有一個火災在動 一個銀色的點 它就在推擠 好 現在開始有阻力了 有阻力以後 就是 煞車回來 因為 我拆的是上部 而且 我今天 我有盡量就是 讓油 沒有露出來 所以 它 進去裡面的空氣 不見得很多 它就是可能在 上半部 跟這邊而已 所以 你在壓的時候 如果你是拆上半部的話 這是 比較 嗯 怎麼講 懶惰的換法 懶惰的排空氣方法 就是拆上面 因為我本來要拆下面 但是就是因為 拆下面 它的好多螺絲 你要從前插下面去弄 像油管 這邊 固定螺絲 然後 三角台下面還有兩個 往那邊斷掉一個 所以 變成說 還要再拆下面 會更麻煩 所以我選擇拆上面 然後 把油管 往下拉 往下拉以後 然後再重新 從那個環套上來 然後全部重新固定以後 它的空氣就會 因為拆油管 它漏空氣的話 漏油 的量會很小 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變成說 也有可能不用補油啊 因為我的油 我記得我花沒多久 是好像 不知道是下面髒還是 側面看是還蠻乾淨的 可是下面看有一點黃 然後 目前看起來 煞車是都OK了 那我應該是 偷懶 我就是選擇不換 因為油量 應該也還差不多 還在 標準值左右 好 然後 基本上 我這次調整 豬碗的方式 是變成說 我先鎖緊 然後去煞車 煞車到 因為你鬆掉的話 你煞車 急煞車 或者說 壓到坑洞 其實如果你急煞車會 老車多半都會 因為豬碗可能都會有一個磨損 然後 比較嚴重一點的話 我覺得比較嚴重的狀況就是 你可能壓到 比較大一點點的坑洞 就 它那個豬碗就 太鬆 這個就真的是比較討厭 因為我現在的狀況就是 我腳壓到坑洞 就哭哭哭哭一直叫 很煩 所以乾脆 加上網友提醒 所以我乾脆就抽薪的 組裝一遍 然後把組裝的方式 按照原廠 組裝模式就是 螺絲 橡膠墊片 螺絲 固定插銷 螺絲 這樣子 就跟我上次裝置是相反 然後 我這次 測試鬆緊度的方式是 我先直接鎖緊 然後一直去煞前煞車 就 讓兩人著地 自己用腳稍微推一下 去煞前煞車 鎖到它不會空 然後 你殺很大力 它都不會空 以這個為基準點 然後 再把 等一下 然後再把中柱撐起來 中柱撐起來後 放個電瓶 固定它 讓前輪抬起來 然後 你去搖 去搖它的左右 因為我上面 上面還沒有鎖 我先鎖一下好了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解釋 我上面鎖緊了 蓋子鎖好了 那我現在就是跟各位解釋 再等一下 我訂一下電瓶 好 電瓶也訂好了 那 我現在來 跟各位講一下 我這次 的 調整方式 因為畢竟老車了 然後 前叉 其實有時候 這跟騎乘 騎乘習慣有關係 因為有的人可能 回家 像 可能路邊有那種 比較稍微高一塊 的那個 路岩石啊 什麼 如果你常想去撞 那種東西的話 你的錢 你可能避震氣受得了 但是你住完久了 你會在正前方 會有個 有個定點 像我這台也是稍微會有 會有個定點 多半都在正前方 因為我們 在騎車很可能就是 呃 譬如說要騎上人行道 或者說 回家 回家的 門口 可能有一個比較高一點的 那個 門檻的那種東西 有 有時候我們會直接去撞上去 久了以後你的就是 正點 你會有一個類 那邊會撞一個一個凹點啊 其實 如果你常會有這種習慣的話 這個不見得老車會 可能新車 新一點的車就會有這個毛病 就是 嗯 應該怎麼說 像我剛剛講 我們一般 如果說 你是急煞車才會Cock的話 那很有可能是 呃 容許範圍內 因為你真的很重煞的話 因為你 豬碗的滾 那個 它不可能說鎖到很死 它一定要滑動 所以一定會有間隙存在 如果你是 煞得很死 煞得很急的話 會才會Cock一下 有的時候這個是 這個不要去挑剔它 它可能很 很可能是在容許範圍內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這一次 我上次猜也是這樣子 就是 在騎的時候 然後可能路上一些比較 這個 我可能可能拿起過去就 你就會發 你就會感覺是 龍頭在叫的話 那種就是真的 就是太鬆 所以上一次跟這一次 我都是因為這樣才猜 那 我剛剛講到 我這一次測試 豬碗的鬆緊度 因為之前我都比較 比較在意這個十二點鐘方向這個點 就是 其實很多老師傅 他們在鎖 鎖豬碗也會這樣子 他們會去 就像我上一天講的 他們會去搖前叉 去兩手抓著前叉 然後去搖它 看它有沒有間隙 但是這又 先得到我剛剛講的 正十二點鐘方向 你常去撞路岩石的話 你正十二點鐘方向 一定會有一個壓縮 壓縮比賽 那 就變成說 這就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 我這一次調整方式就是 我先 裝好以後 先裝第一顆 我第一顆裝好以後 然後 我就是先大致的 固定一下 那我去殺它 就是 很大力的 用腳去推動它 然後去 去殺前輪 去擠殺前輪 我讓那個扣 先鎖到它 不會 我殺很大力 它也不會扣 它不會扣以後 我再來慢慢的去放鬆 一點一點的放鬆 放鬆到 這個十二點鐘方向 這個點 這個定點 很輕微很輕微 因為老車 我覺得老車十二點鐘方向 你不管再怎麼鎖 它一定稍微會有一個定點存在 因為除非你換新的豬丸 或者可能 你也必須整套零件換掉 才會解決這個東西 但是 看啦 我是覺得 我目前的狀況 只能說 讓它稍微正常 我不敢奢求說 要讓它修到一點缺點都沒有 所以 目前來講 我只能 我的狀況 我只能先讓它 就是 屬於偏向正常 就好 稍微一點點會扣 我也沒辦法避免 因為 你必須就是 上下租碗什麼 全部都要換掉 然後車身的那個 租碗墊也要換掉 才有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就是 先鎖 鎖到 鎖前鎖 都不會 鎖的狀況下 立中鎖 然後 放電瓶 然後去讓它 然後慢慢放鬆 鬆到這個 十二點的這個點 這個鈍點 都 已經很輕微了 然後 再 再去 放掉 再把車放下來 再去試煞 如果急煞 一點點會扣 就不要去挑剔它 然後再繼續鎖緊 然後像鎖緊的話 我上次有講到 因為我工具 都太大 我後來去拿一把這個 專門這條避震器的 還是太大 因為豬碗 它這個固定的 真的很小 你看 真的很小 真的很小 所以還是這邊就必須去 墊一個 墊一個東西 它才能鎖 那 我後來有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 如果說 只有一支這個工具的話 因為我們必須 一手握這支工具去扣 另外一支手 再拿一個工具去墊它 另外一個怎麼去固定 我覺得固定起來還蠻好用的 固定起來就是 剛好去夾住它兩個 你找兩個凹槽 就是去夾住它 因為我等一下要下一片 等一下 好 好 我現在就是 先模擬 我在測試 會不會殺前殺的時候 各位注意聽 這樣子又沒什麼聲音 但是剛剛 因為我一手要拿手機拍 然後一手 實際聽 就是這個聲音 這個我已經算殺很大力了 它就是有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就是 兩個狀況 竹碗真的磨鎖過度 一樣就是竹碗太鬆 所以 還要再鎖一下 好 目前 鎖這樣子的鬆緊度 應該算是OK 要非常大力的 雙手下去殺 前叉才會稍微 扣一下 因為 我這沒辦法呈現 因為我必須兩隻手 都去握煞車 然後 因為聲音發出的點在這邊 我手機不在這邊的話 可能 我拍各位也沒辦法去體會 拍不到啦 所以 我現在就是 盡量調調整到說 前輪 它不會 在12點鐘方向 它不會有一個鈍點出現 然後 中殺的時候 中殺前輪的時候 它不會 摳得很大聲 像 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是整個龍頭 都是放鬆的狀況 有沒有 龍頭都是放鬆 所以你在自己 你在推的時候 去測試 在殺前輪的時候 你要注意喔 你手要稍微施力 把這個龍頭做往前 頂 然後再去做 先頂 然後再去做 殺前殺的動作 要不然 這一個本身 它也會叩一聲 而且它會叩 會讓物語以為是 這邊 太鬆 所以說 你自己在殺前輪的時候 做測試的時候 要小心 要去分 就是 像我現在這樣子吧 我如果在殺的話 我是不是 首先 預先的把龍頭往前頂 有沒有聽到 你因為你沒有頂好的話 你在中殺的時候 你可能會聽到這個 再叩一下 叩一下 所以你可能會誤認為是 前叉 除完沒有鎖緊 然後你一隻手 就導致前輪又鎖緊 那我現在狀況是 十二點鐘是有一個 有一點 但是很輕微了 然後 中殺的話 輕輕的會 很大力的時候 我才會口一下 所以目前來說 應該是調成這樣就好了 然後 如果你要拿龍頭把手起來的話 要記得就是 你後輪剎車要先鬆掉 你後輪剎車如果沒有鬆掉的話 你的剎車線會一直拉住 就你後輪剎車鬆掉以後 把這個線解開 解開以後 基本上就是剩 剩油門線跟剎車油管 其他的都是拔剎車就拔掉了 把表線拔掉 又會拉住 因為你拉太多東西的話 你在做 你在抬龍頭做十二點鐘 這個 間隙測試的時候 會有一個拉扯感很重 所以這樣會導致不準 好啦 那今天可能這個也算廢片了 拍得很急 因為我要趕著出門了 所以 鎖前叉 記得進站就是 螺絲 橡膠 螺絲 固定削墊片 螺絲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我還是覺得 除非有正確的工具 像我這個 一大堆都不是用的工具 這樣鎖真的會浪費很多時間 然後 今天的主碗 然後 油管固定做 這個轉換一些有沒有的 大概就這樣子啦 好啦 謝謝 掰掰